今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主题是天下一家 古往今来我们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大道不孤天下一家 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 可谓同舟共济命运与共 面对全球性的挑战 不同文明如何和谐共处 也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的问题 今年三月份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文明交流互建中寻求智慧 凝聚力量 推动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 和责任担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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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 学习彼此的语言 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 将有助于促进 两国人民相知相亲 也将为构建中尼命运共同企业 贡献新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同尼泊尔政府和各界朋友携手努力 共同落实好全球文明倡议 积极统筹利用包括政府奖学金在内的各种资源 推动中文教育在尼泊尔向高端化 专业化发展 为大家学习中文 使用中文 提供更好的机会 更高的平台 增进两国文明互建 打造中尼命运共同体 Greek宇 Evangelist 7001 是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再次对所有参赛选手的精彩表现 致以热烈的祝贺 让我们相约明年 明年继续在这个舞台相见 谢谢大家 明镜与点栏目